妈妈,我们家里怎么总是放着这个雕像呢? 看起来好亲切的样子,它是学呀。 小武林,它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, 它就是你的唐三爸爸,旁边是它的宠物二哈。 在你刚出生的时候,你的爸爸为了拯救樱花小镇的居民, 中了邪恶小丑的黑魔法,所以才变成了雕像。 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,你没有骗我吧? 我说的都是真的,因为你还小,所以没有告诉过你。 可是我想唐三爸爸了,好想要爸爸抱抱。 小武林,我的乖儿子,爸爸好想你,你都长这么大了, 只有你才可以复活爸爸,你可以帮帮我吗? 原来是个梦啊,可是感觉好真实,我去问问妈妈。 妈妈,我想让唐三爸爸复活,有什么办法吗? 办法是有一个,可是需要所有的人都喜欢你, 让他们都支持你,那么你就可以复活唐三爸爸。 那我来试试,我给大家唱一首歌,希望大家喜欢。 爸爸,你终于复活了,我好想你。 我的乖儿子,谢谢你帮我复活了。